我們看看這題目 是比較有下列個數的大小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這A 這等於Log 以2為底的7 那麼B 這等於就是Log 以4為底的65 那麼這時候 我們同取這2分之1四方 這Log 以4的2分之1四方為底的65的2分之1四方 這樣子取法呢 這其指不變 那麼這時候 4的2分之1四方就是2 65的2分之1四方 就是根號65 所以這等於Log 以2為底的根號65 這C 這等於就是Log 以根號2為底的 根號8 那麼這時候我們同取平方 那麼這是Log 以根號2 括號的2四方為底的 這是根號8 括號的2四方 那麼這等於Log 以2為底的8 那麼因為這裡有根號 所以呢我們不妨 全部寫根號形式來做比較 這7呢 這是根號19 所以這是Log 以2為底的根號19 那麼這是Log 那麼這是Log 以2為底的8 8我們可以把它寫成是根號64 所以這是等於就是Log 以2為底的根號64 那麼這時候 這底數都是2 所以呢2是大於1的數 因此 因此 增數越大 這對數的值呢 會越大 那我們由這裡可以看出 這根號65 是大於根號64 然後大於根號49的 我們把它寫下來 因為 這根號65 是大於根號64 然後大於根號19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 B 是最大的 那第二個是C 最小的是A 所以我們答案是 B 大於C 大於A 這個答案 好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這A 是等於這Log 以根號3 分之1 為底的4 好 那麼我們底數 和增數同時取平方 那麼這是Log 以根號3分之1 過號的二次方 為底的4的二次方 那麼這等於 這是Log 以3分之1為底的16 那麼B呢 是Log 以3分之1為底的12 C 這等於 這是Log 以9分之1為底的81 那麼我們把它寫成是 這Log 以3分之1 括號的2次方 為底的9的2次方 那麼次方可以提出去 消掉 所以呢 這等於 這是Log 以3分之1為底的9 那麼這時候 因為 這底數 都是3分之1 而3分之1 是大於0 小於1 的數 好 而且 這時候 增數 這9 是小於 12 然後是小於 16 所以呢 我們以3分之1為底的話 那麼 當我們取對數值的時候 然後這不等式的方向要改變 所以呢 這Log 以3分之1為底的9 會大於 這是Log 以3分之1為底的12 然後會大於 這是Log 以3分之1為底的16 A 因此呢 我們就得到 這個是C 然後大於 這個是B 然後大於 這個是A 這個答案 的1 1 1 1